好,2024年了,打合了 在這裡想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找一個片段 就是20年前,護顧我攝影生涯裡面 都參加過不同的攝影比賽和動力 剛好,今天撿屋的時候 找幾張20年前曾參選的沙龍作品和大家分享 這一張作品 拍攝地點是單閒沙的 當時正式參加攝影會的女人團 攝影團 我們應該在山坡拍攝到河那裡 拍到柳達就拋魚網 這個是很典型的沙龍照 當然不是拋得刺 我們也要捕捉角度 還有那張相片的魚網 跌到河面那裡 泛起那些波浪 這邊有一個魚網 這邊有一個U字形 這邊有一個O字形 比較完整的構圖 一個比較完整的構圖 還有扭一些黑位 這邊 這邊的黑位 這邊又不是有一個對比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沙龍拍攝手法 希望大家自點一下 這個都是菲林相片 第二張相片 這張相片我都很喜歡 白白 食煙 黑白的黑白感覺 這張是數碼相片 最重要是拍到食煙的神態 白白還有霉酥 白色酥的酥 所以我都不算長 神情 最重要是眼神 是一個正在無故 找他自己的一身 有一種遐想 在那裡 吸著煙 一流輕煙 最重要是煙 不要太多太少 不要遮到發面 不要遮到眼睛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當然也要拍攝多幾次才行 不然一踢過 未必拍得到這麼好 那流輕煙就不會遮到頭 其實我剛剛吹了出來的就是那些煙 在那裡 服飾都很華舊 很樸素 蒼白的頭髮 眼神都會有少少華舊 或者迷惘 很眷戀著過往一生 某一些值得活躍的日子 這些我們是拍攝人的樂心世界 好 然後 看看後面 參加過作品比賽 他會有一張紙在那裡打點分數 這張打了九分 剛才這一張 就打了十分 好 另外第三張作品 拿幾張出來介紹一下 這張我也都很喜愛 這張作品 這個小女兒 很喜愛她的眼神 是有一種交流 是有一種交流 這個我覺得是魂月月 這張照片超過二十年了 也是2004年的作品 這裏也參加了那張標誌 這張標誌 打了十分 其實我沒有叫她做任何事情 只不過我在香港 在沙灘裏面 拍照 某一些活動 我忘記什麼活動 是拍照 她蹲下 我同時期蹲下 她被一個眼神接觸 一個很好奇的眼神接觸我 那就是二分一秒 我可以把握時間 還有看到背景 都不錯的 背景比較黑 她見不見她比較白色 她的皮膚比較白一點 她說月月 最重要的是眼神 眼神是很吸引能 我覺得眼神 很純潔的眼神 我反映了 充分反映了一張照片 這個真是百科畢業的 我喜歡演動感的東西 例如拋魚網 我剛才說 還有 例如 能的神情 神態 這些八百 有個神態 每一份作品 你都是有個主題去表達的 去表達它的主題 有個懦弄 有種感覺 這就是剛剛二十年前的作品 這十幾年我都沒有參加了 因為著重研究如何去做好自己的作品 就不要去參加那些沙龍那些攝影 因為去到另一個階段 自己在追求找一件事 追求自己想拍的東西 不是去設計一些沙龍規格 但是應該拍攝的標準手法 我已經離開這個框架了 好自由自作 更自然給自己一個很充分的創作 這張照片我想都有 沒有二十年都有十八年了 煙花很多時候都是沙龍那些作品 這張我沒有參加比賽 就保留在家裡放進去 我很喜歡這個圖案 你前面的結束 後面的結束脈 比較暗一點 不要搶到煙花 上空的煙花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朵花向著同一個方向走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這樣有時候 你已經有滿煙花 可能 你已經有八張 煙花上可能只有兩三張 你自己比較不容易 因為 沒有NG 第二 你也不知道你站在位置 前面上空 那個煙花幾時爆 爆些什麼花紋 你完全不知道的 你就是靠0.2秒或0.1秒 去決定去拍 去按鍵 但就不是說 對 對 塞過一個架 按鍵 不停連環花一拍 三十張 接著撞一張出來 這些被撞到 都 因為這個科技流 你都沒有什麼滿足感 其實我 最喜歡的就是 你捕捉那一刻的神態 那一刻的動感 應該就一剔過 按一鍵 一個鍵 不應該攬弄 連環花一拍 連環花一拍 我唯一就是 試過弄過 最忍著的神態 就是拍一下 劉祥 2009年 東亞運動會 那他跨欄 十二秒鐘的時間 十二秒多一點 那樓頭 他為甚麼 攬機攬著去拍 他真的太化了 我們都不知道 哪一張照 哪個角度 才拍到他跨那一下 跨那一下 你可能 攬過十二秒 可能只有一兩張 角度是漂亮的 看清楚他眼、口、鼻、龍骨、直腳 跨那時候的動作 這個情況 就有必要做連環化拍 平時都比較少 尤其是影能像 沒有需要做連環化拍 他不是在做運動 我覺得 例如這個眼神 你一定要蹲下拍攝 你才能拿到這些角度 他那個頭髮很自然 披發但沒有遮到眼 剛剛遮不到兩隻眼 眼是非常有眼神 這些是充分變成一個童真 所以不簡單 這些都要扭運 要掌握時機 當然我沒有跟他聊天 他覺得一個好奇的眼神 看著我 這張崇真就在這裡 其實我都希望這張照片給他 我想這個小孩已經成長 已經大學畢業了 他自己一輩子 能夠維持一張這麼崇真 這麼童真的照片 都很值得留意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也是剛剛天時地利能和 這樣普遍才拍到這些照片 是自然的 不是造型照片 記住 造型照片不是我的所長 不是我的嗜好 因為我不是太喜歡姿勢 姿勢都有它的框架 都有它的意境 拍得漂亮 都值得拍的 但是那些就沒有什麼滿足感 我好不說 這些就是滿足感 這些叫Slap Shop 攝影的特末叫抓拍 千萬不要再跟別人說 這些是偷拍 這些是大大方方見得光的 是合法的 In Public View 公眾場合 來一個Slap Shop 去抓低 去拿捏這個動能的一刻 等到很多社會名流 去走那裏和人碰酒瓶底 都有人附近有些攝影師拍了它 沒有特意 走Cat Shop 都是抓拍 拍到某個動作 一個動感的動作 很有神髓 你跟一個人溝通的時候 你拍那個人的表情 拍攝它寬天起地也好 拍攝它 有些阿神也好 總之有個 樂心世界拍得出來 就不是說拍一個 證件相 集體相看著鏡頭 反映不到那個樂心世界 那一刻 譬如拿獎牌 拿奧運金牌 那一刻 剛剛接到金牌 那一刻 那種感覺 我們要拍出來 就是這樣 這件事很重要 好了 這些 小小的題材 這些是 踏入2024年 作為一個簡短的回顧 其實我拍照 不是2004年開始拍的 之前都有拍的 第一部 的數碼相機 就是Canon的G2 打過就是沙士 沙士之前馬 02-03年馬 之前 飛林機都有 但是呢 局限都是傻瓜機 單鏡 後期都有馬的 但是數碼的單鏡 更加多些實質 是吧 之前 我爸爸都喜歡拍照 是吧 都有用過相機拍的 但是次數就不多 但是正式呢 就真的 比較投入拍照 就是G2那裡開始 之前呢 去旅行 都會用一些 傻瓜機去拍的 但是那時候 都是有過 對視頻 有過觸覺在那裡 後期 得到兩位大師級 少年大師級 指點我 做個啟蒙老師 令我比較開笑 我也很感謝他 兩位 就是 就是 香港都應該有 出名的了 我這裡不說 他的名字出來了 他給了一些評語給我 將我的弱點 缺點 是 果然了 一理通 百理明 就是打通了 林督言語 直接給他們 那我就已經 我覺得是 改變了我的攝影 是提升了很多 在這裡很感謝 一位姓林的老師 另一位姓黃的老師 多謝